大家好我是苹果麦 今天呢要来教大家如何在iPhone上面查询 你有购买并且订阅哪一些App 还有要怎样取消自动续订的功能 相信很多人呢都曾经遇到过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一个App 当它过了免费试用期之后呢 它开始每个月跟你收费 那这个收费的动作呢其实就叫做订阅 那我们今天这个教学呢就是要来教大家怎样查看 自己有订阅哪一些App 避免自己被无辜的收钱 那关于这个订阅的功能呢 自动续阅的功能 其实苹果的官网上面是有做一些解释的 而且都非常的重要喔 像这边第一点它就有提到说 大部分的订阅项目它都会自动续订 除非你取消这些项目 它的意思就是说呢 除非你手动去把它关闭 不然你所有付费的项目都是会自动续订的 再来第二点呢它说取消付费订阅项目之后呢 你还是可以继续使用这些订阅项目 直到下一次收费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你现在已经正在付钱订阅这个App的话呢 你就算现在取消这个App 你还是可以继续的使用 直到下一次的收费日期 这蛮好理解的吧 就是你已经付了这个钱了 那你当然可以继续使用啊 但是第三点就完全的相反咯 它说如果你在免费试用期取消订阅的话 你可能就会马上不能使用 你这些免费试用的项目 其实讲白话一点 它就是希望你不要逃跑 然后你可能就会忘记它要开始收钱啊 它就会默默的每个月都扣你一笔钱这样子 那下面这个注解呢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如果你现在正在使用免费试用的App的话 如果你不想要续订 就是不想要让它扣钱的话 你务必要在试用期到前的24个小时取消订阅 不然它就会开始跟你收钱 那我自己的做法呢 是我会把这个快要到期的日期加到我的行事例 然后在那个日期去记得取消订阅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陷阱 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 都是在Apple里面提供的订阅项目哦 也就是说除了Apple提供订阅项目之外呢 每一个App其实它有可能自己是有 他们网站里面订阅的项目的 像是Spotify它的这个收费就是 在另外的网站去做收费 所以你在这上面是看不到的 这种你就必须要自己去登入那个网站 你才能看到自己现在付费的状况是怎样 总之呢付费的订阅项目是有分两种类型的 一种就是在Apple上面 你可以直接看到你所有订阅项目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像Spotify这种 你是分别要去他们的网站 看一下自己付费的状况的 那我这边示范一下 不管你今天是要免费试用 或者是你要订阅一个项目 它都会出现这样子一个画面 它会要你去做认证 认证完之后它就会用每个月这样子的价格 去跟你做收费 如果是免费试用的话 它也会在上面写清楚 然后试用期过后 它每个月的价格 它也会写在这边 那我前面也讲过 它预设就是它会自动续约 除非你自己去把它取消 那现在我已经成功订阅Apple Music 那我们要在手机上面怎样查 我们已经有订阅的所有项目呢 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到设定 然后另外一个是到App Store 那我们先到设定里面看一下 设定里面去点一下你的Apple ID 就是有大头贴的这个项目点进去 然后里面就会看到有一个订阅项目 再按一下这个 那这边呢 你就可以看到说 你已经有在订阅中的项目 就是这个Apple Music 那已经过期 也就是说 它已经没有在收费的 都是下面这些项目 例如说你今天想要把 你曾经订阅过的项目 把它叫回来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边做搜寻 那例如说你今天想要 取消自动订阅的话 你就点到Apple Music这边 然后下面就会有一个取消订阅 然后下面也有写 就算我欠在取消订阅的话 到4月15号之前 我还是可以继续听这个Apple Music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话 可能你取消订阅 它就不会让你继续听了 所以要记得看一下 它下面这个注解 那现在呢我按一下这个取消订阅 然后就会出现这个 确认取消的视窗 那我按一下确认 这样子就可以成功取消订阅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边原本是4月15号更新 就是它会自动续约的日期 那如果我现在去取消续约 它就会变成4月15号到期 所以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差别 那除了在设定里面看到这个画面之外呢 到App Store里面也可以去做查询哦 就是打开App Store 然后去按一下你的这个头像 然后里面呢就会出现 已购项目跟订阅项目 这两个差别是什么呢 已购项目是一次性的付款 就是它不会再跟你收任何的钱 你都可以继续使用这个App 但是订阅项目呢 可能是你一个月付一次 或者是一年付一次的这种 它就叫做订阅项目 那我们点进去 这边一样就是跟刚才的画面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你订阅中跟已经过期的App 那你可以在这边做取消 或者是去把你以前的App叫回来 然后再补充一下刚才这个已购项目嘛 它不管今天是一个免费的App 或者是它一次性的付款 它都叫做已购项目 所以你免费下载的这些App呢 也会在已购项目里面哦 例如说你今天在这个手机上面 你很常用的一个App突然不见了 那你想要把它找回来的话 就是到这个已购项目里面去做查询 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完 怎样在iPhone上面查询你的订阅项目 我们现在同场加印一下要怎样查询 你在Mac上面的订阅项目吧 首先呢去找到你的App Store把它打开 App Store打开之后呢 按一下左下角的这个名字跟头像 点进来之后呢 按一下右上角的检视资讯 检视资讯它可能会要求你登入 那你就先登入一下 登入之后呢 往下滑滑到最下面的有一个管理 管理这边呢有一个订阅项目 这边你可以按一下右边的管理 点进去 这边一样呢有分为订阅中跟已经过期的 订阅中就是你现在还有在付钱 每个月可能会更新的 然后已经过期的 就是你过去曾经付过钱的App 都会在这边 那如果你要去做取消订阅动作的话 也是在这边可以去做编辑 那除了从App Store进去之外呢 也可以从系统编号设定里面去做订阅项目的查询 进来之后呢 点Apple ID在右上角 点进去 然后这边呢看到右边的选项里面有一个媒体与购买项目 点进去之后呢看到下面有一个订阅 然后右边的管理点进去 这边呢就会进到跟刚才一模一样的画面了 稍等一下哦它再转圈圈 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呢 这边就有你现在正在订阅中 还有已经过期的项目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查询订阅项目的教学 建议大家时不时就可以进去看一下 自己有没有乱订阅一些东西呢 像我之前就曾经有不小心 连续被扣了好几个月的钱 那那个App呢其实就是要另外登入的 就是它不是从App Store这边来付钱的 那那个部分就更加的棘手 所以建议大家呢记得再订阅任何东西之前呢 要把到期日先记下来 不管你之后有没有要继续使用 都建议这样子做 那不知道看完影片的大家 有没有曾经不小心订阅一些 你没有再用的App呢 记得在留言区跟我一起分享哦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那现在我按一下这个取消订阅 那现在呢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